那这一把选择的话说实话 DK拿了一套后期真的很猛的一个三合阵容 这个阵容只要发育起来 左边的后期的一个输出是跟不上他们的 但存看阵容的话 C9的阵容拿的稍微更立体一些 就是前期有战斗力 特别是恶于这个点吧 前期会比船长打这种小攻破团战 不管是先锋还是小龙团都会强 看这个能不能顶住对面上野的一个压力了 说实话这是这把比赛最关键的一个点 那双方已经进入到召唤之峡谷了 让我们来期待本场比赛的一个对抗 对于C9而言这场比赛要尽可能的难下来 因为他们之前在对抗赛的第一轮里面 已经落后的太多太多了 有点背水一战的味道 毕竟进入到5-1想再翻盘就挺难的了 主要是现在C9面临的问题就是 他前面的人他都不一定百分之百打过 他后面的人是要跟他可能一起走的那个 所以说哥们夹在这也挺尴尬的 而且你知道有的时候对于他们而言 就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荣耀你知道吗 就他作为LCS赛区 就你作为大赛区的一个代表来 如果你以这样的一个成绩出去 其实包括我觉得包括他们选手 面对目前这个窘境而言也是压力比较大的 但相信他们乐观的心态 就快速的调整 然后以最好的状态去跟对方做一个对抗 看一下这波DK的Burials 是选择开扫描过来 哎扫到了一个眼 那熊Maker这波很舒服了 开心是 第一波兵就能上二 是 而且要领先十块钱 能抢波二压一下Pox 这个队前期尤其是他能抢 压Pox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他能推线 推完线之后 他甚至在那段时间可以快速的去 配合打野做一些动作 是 这把上半区的一个线权比较重要 两边大概都是下半区开的 嗯 鳄鱼想 我都选鳄鱼了兄弟 你不来帮我吗 但船长一级还是比鳄鱼猛的呀 鳄鱼要到那个三级才比较猛 狗刀也低了 狗刀也不打一套 今天是小炮的英雄有问题 这个上来以后就点出了自己的治疗 嗯 而且自己的血瓶也磕了 下路的这一波换血只能说DK很赚 主要还是牛头一级太弱了 又勾上来再打一套 勾上来狂点 那等于是用泰坦的一个人的血量 就换了对方两个人的血量 嗯 下路之二 C9不好抢啊 嗯 抢不动抢不动 而且自己打野是往上刷的 对 他打野展示在帮不了的情况下 你只能放线回来打 两边基本都知道对面那个开的路线 特别是熊梅克这个直接换了个眼 哎呦 哎呦 太熊 是 连把脸都黑了 上不了三 送了一个眼上三了 嗯 没什么影响 没什么影响 这个眼经验刚好够三 他熊梅克舒服呀 对吧 他最起码蹭到了一个小鸟 现在大概多两个兵的经验 嗯 搞不好卡六要搞你一手的 压力全在我这儿发掉代表 下路的话换学很积极啊 因为都知道对方那个打野是往上面去走的 所以DK这边压的也是比较肆不忌惮 是 哎呦 很细节 冰线的话 视野也是给自己的AC吃 看这边冰线把握也不错 把冰线放在这塔前来打的话 会比较放心一些 对于这里有眼道 只要一直能留一下是不会死 是 而且船上的英雄其实他没有留人手段 嗯 抓应该很难抓吧 看讲这刷也很快 是 哎 勾到了 哦 这个位置感觉交闪 我的牛头的一个Q 呃 感觉死不了了 好像回了点血 上半区打一波3v3 看一下先行落位以后 不来边一个惩戒拿到了核道线 但是你把腹子卖了呀 闪线过来后双段一拉开位置 天就跟上输出 两下平A带走人头 嗯 呃 经典 河道线大战 是 帝王线 而且这一波 其实虽然说让布雷伯拿到这个核蟹吧 但天就更赚一些 爽了打野苦了上单 是 因为布雷伯 他这边还是拿到一个人头的 是 在打野的对位上他也没有落后 但莫干达这边摸过来的话 是想要控双核蟹了 特别是上路可寒 这一波回压之后还能走上线省个踢 嗯 这波现在推进去 能留手踢的话 多一手容错率 嗯 哎呦 差一点点 没差到 两个Q对撞 莫干达最后Q是收下了 冰伤害高一些嘛 嗯 当布雷伯也能接受双核道线都丢 因为人头毕竟是他的 嗯 我有传统这波回压直接耀光了 他直接提上线 想压这个鳄鱼 是 什么容错率不要了 哎 这一波 别把卡住赶紧给这些 挺细节了 他往后走了一个位置 再双翼上来交闪 但就是跑不过呢 咋的 是 因为对方有相会猛冲 嗯 要跑的这一块 哎 上来硬打一套 红怒的W 虽然瞄解 但是血量还是下了很多的 嗯 但可安手里的药够多呀 药王 然后两个饼干 这续航是拿捏的死死的 突出一个能发育 嗯 上路有和蟹鸡坛 这个情况下 熊Maker也消失 而且主要是 乌蒂尔这个人头一拿回去 水银鞋一掏 现在基本上在上中野的对抗上 这个乌蒂尔小乌迪 嗯 这水银鞋性价比太高了呀 嗯 主要左边这些控制链就接不上了 而且对面中野双黑屁 这水银鞋一掏 小乌迪现在感觉 是 就中野二位打起来的话 他一个人能打两个 而且在对面的野区狂逛 莫干达这边也知道了 但 这波还是要走的 嗯 因为船长是过不来的 而且船长没溜 有溜的话倒是可以试一下 但是他这一波拉扯的话 怎么说也是浪海 看到了 结果发掉了 佩克斯这个位置 看一下莫干达来救一下 但是灰盾给骂了以后 天尔也不冒险了 所以手里毕竟没伤 是魔法伤害 有黑盾 汤姆斯 嗯 但他还在骚扰你啊 佩克斯这个位置 摸着要回吗 但堅尔也要过来了 又会呃心一下 佩克斯很烦 说实话 佩克斯这一局波 对他兵性的影响太大了 是心态掉了30%这一波 是 而且这一波只要过来帮忙 5点再帮忙 再推一波的话 其实发展是很难受的 是 掉40%了 但堅尔是有 有提 还好 还好 要好一点点 看一下这炮车能不能补的 补到回10%的血 是 不给看 哎 但这边 下路 小炮没有双招吗 治疗好了 嗯 但看见这一把很明显 是很活跃的到目前为止 是 一直在对方的野区 或者说 兵线上给对方一些压力 其实刚看见过来 为了帮修麦克斯推荐 他都惩戒小兵了 嗯 但这波摸下来的话 靠着自己的等级 以及位置的一个 变 一个优势啊 是直接是要把这条小龙给控 包括下路 还有线权优势 白尔前面几勾 还是在下路勾出了 不错的一个线权的 嗯 感觉 和上一场小兵的泰坦一样 这一把的一个勾走 命中度还是很高的 DK这把前进很舒服啊 这三条路发育 都是小压力点对面 哎 但这边选择要上来动手嘛 看这个兵线能不能清理掉 这个桶桶点不太掉了 开大来 请莫干纳先行交大 而且就在命中 这个操作不了了 嗯 他已经尽力了 因为他第一线 确实是想把兵线给清理掉 但没想到恶意 直接开大往前走了 是 所以莫干纳反正就反正 你吃Q吃大 你交橘子没用 嗯 因为他多段控制嘛 而且你船长 因为第一波回家 必不可能是说水晶血吧 这波还挺伤的 一大波兵线进塔没TP啊 还是上一波 想用那个T压得更凶一点 给自己容错率打没了 嗯 那C9前期帮了鳄鱼一步 还是很关键的 这鳄鱼等会儿 下午先锋团看一下 能不能配合队友 打一部好团 嗯 但对DK而言的话 就可以看下路是否 可以把兵线先推 把下路上路给叫过来 就这样来打一个 下午先锋团的话 可能会增加这个容错 是的 可能想了想 还是把兵线空在塔前吧 哈哈哈哈 没闪啊 现在出去的话 摩根纳下一波 开个掠视者过来 感觉又得死 是 而且主要是 这种英雄配合鳄鱼吧 你说他真的是定点秒上 能力太长了 这个又勾到了 但Ghost的第一时间位置 比较远 这个勾到就不要打 哎呦 闪线赶紧交出来 感觉有点骗你勾的意思啊 是 而且 Blaibber已经走了过来 Ghost的交易往后跑 Q技能抽奖 没抽到 是 而且Ghost这边也是比较自信 反正有治疗有闪嘛 这波流是留不住他 是 那摩根纳下路露过头了 上路这个先锋 看见要不要碰一下 但看见应该也不太敢碰 但Blaibber这波回家 其实他可以先往那边走的 是 主要是你看到这个 DK插了一颗真眼 摆在蓝区已经很久 C9一直没有意识到这颗真眼 嗯 最后是 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只要一直知道 你没来的情况下 这个路口一开 对于DK来说 上半区打得就很舒服 是 但这一波因为Perks 把中路兵线处理完 然后直接往野区靠 所以让Kenny没有办法 把这个蓝buff给反掉 那这波可以帮助 这些可汗掠阵 让他把冰箱往前一推 配合泰坦的一个到位的话 我倒觉得DK这波是可以 这个位置上来的话 还是被定住 哎呀死了 哇 Perks就这么硬往里顶啊 而且他有闪的 是 但是被立场定住之后 Barrion是闪现勾的 确实也没什么办法 嗯 那测译的话 自己蓝buff也掉 那这一波其实C9中眼 这个损失有点大的 凯将这把打得很主动啊 他几波都是在对面野区玩耍 前面那一波是浪费了 Perks很多的一个时间 嗯 导致现在中路阿P发运很差 又被抓了一波 嗯 而且关键的是 你中路这波阵亡 你没有TP这个情况下 DK靠着人数的一个数量 都可以把这个下部前方 给控下来 但是DK碰了一下 没有选择继续推了 DK现在想要很明白 就你不打我不打 DK自己一定是赚的 是 而且这两波的一个发运 包括说前面 对于发较的一个影响 其实这几波下来 你可以看到Perks的 这个落后的刀数 是 已经长期30刀了 主要刚才他自己 按忙里走 有点没什么道理 是 上路这个位置 开大 想应流 举子瞄解 闪现过来 先下来 大招挂上 再给Q技能 没有操作空间 汉子哥这边 再次被击杀掉 嗯 可汉在想 杀人的也不是我 但这波抓可汉的话 这个先锋 好像 DK是 能守一下的 看一下能不能 守一下 汉子哥手里 TP还有一段时间 但是手里有大 有大 而且Barry已经在了 看一下想不想要吧 但小炮已经支援过来 对于DK来说 下路这个线 已经快推到塔下了 都看不到小炮 DK 还想再尝试一下 想动一下鳄鱼 先打一套 Barry 输了 Barry这个位置 再被大招拉了回来 你看 配合上Perks的一套伤害 再A一下 伤害应该是够了 再A一个平A Perks拿下这个人头 而且下午前锋 也是被C9拿下 DK这波有点太贪了 目标不太明确 如果你想打的话 其实把Ghost的 叫过来是能打的 是 就因为对面上野 大多人都已经叫过了 但是Ghost的没来 对 但是如果你不想打 包括说可汉 其实第一时间 都没有选择大招 或者TP来做一个 支援的情况下 他TP是后面才赚好的 他又上了 大招都没用 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对DK而言 就是粗糙了一点 因为其实卡莎 在下路待了很长时间 一直看不到小炮的位置 其实心里应该大概有数了 是 Barry这边也是主动动起来了 想来保一下自己的船长 知道船长 如果再这样阵亡下去 可能是受不了的一个情况 中路的话 兄妹靠着自己的压制力 是点掉了一个肚层 那有Barry这个掠阵的话 这一波可汗 倒是可以在塔下 安心地把塔都给吃下来 现在对于双方人员 就等于是说 在不同的半局 取得了不同的一个效果 而对于C9而言 其实这几波 针对船长的效果是不错的 Barry这波勾墙 勾失误了 是蛮要命的 这都离这个墙也太远了 太远了 中间差一个曲形的路 在他意念里 可能这个墙够了 这够够了 台湾这边想动小炮 又要够吗 看一下镜头一切 来到下路 Barry这边 隔草相望 Canyon过来后 闪现前排 卡上飞过来后 一套伤害 Barry这边走都走不掉 TP挂上来以后 上路又是同时出现了问题 小炮仙道的情况下 要让人头这个位置 一级能被射线 刮死 熊梅肯拿下人头 而且这一波DK好戏 熊梅肯亮TP之后 他们知道这个辅助是必杀的 是等熊梅肯落下来之后 把这人头让给他 上路应该是汉子哥 筒子炸到对面AD了吧 这里大招 双招都还在 或者我觉得应该也有可能 泰坦D先控制给到了 就刚刚这一波上路 双人组的阵亡 对DK人员实在是太舒服了 因为他们分别是双飞 船长跟维克托拿到对方 双人组各一个人头 本来刚刚觉得针对 或者说军训这个可爱 是出现成效 但这两波又全送回去了 是的 整体场面看下来 DK领先人头经济 还领先两条小龙 这波其实是C9主动选择的换线 大招两个 直接大招起手 这个一下 他这个治疗也不开 是 看一下治疗 然后大招大回去一个 再招个闪应该有机会能跑 可能是太强灯点燃过了再交 那只能交命了 因为不然没法解释 就贪一点嘛 对不对 没按出来 没有这个位置 打断了 小炮直接起脸输出 闪现交出来 小炮的二段W已经刷新好 Q一下再勾强 想拉走 出发余阵 但是牛头下一个二连 应该是快好了的 卡帅瑞 这个位置感觉已经很难走了 二连再连上以后 人头应该送给小炮 小炮轻松拿下 想起这个DK受采访的时候说的 总是有人在优势局的时候 被人抓到 这个位置再次跳下来 他没闪 卡到这个位置 有海克斯闪现 但队友都来了 应该是不太敢逗留太久的 上次想约一下 有大招恶鱼 船长机先选择往后拉 当然这边很顶啊 因为自己是出了一个不假鞋 约不了 还有大招没有开 嗯 构策这边也是确实很稳 在不确定对方 大多数人位置的情况下 不选择深追 小炮轻松是放到了中路吗 应该是 撞了一头就算了 应该是 因为刚刚可以看到 中路应该是三层的 这个血量的话 是肯定撞中了 又来了 又是来 Muff刷新的一波 这波富二级能守吗 肯定是守不住的 自己的兄妹哥给一下骚扰 但可汗上路是可以 把一塔给吃下来 是 哇那这一把 死亡的发育也太好了 平纪上已经拉开了三天 本应该在前期打出 这个节奏的C9阵容 让DK成功拖住 并且拿到优势 对 并且红色方的船长 是有点小小优势的 因为他可以刷石头人 嗯 然后每一个石头人 能多七块钱 老上单了 是 就很爽 舒服 小的还给13块 而且你知道就是 有了西兰刀之后 哎 先看一下这一波 上来再黏一下 有闪的 可能这波被定住 局 局子解掉 闪向往后拉 大刀也给 哇兄弟 我技能全交这了 这一手船长 选下来确实蛮不错的 嗯 碰压做的还挺好的 嗯 而且其实船长 一旦出来西兰刀做 你就压不住他的发育 因为他已经完全能清线了 主要C9 还是那波主动换线 给自己换没了 他本来想要的是 中期无解肥的鳄鱼 一波换线 把自己的上下全大崩了 其实你换就换吧 关键是你还出事 是 主要双人组 没有打过对面的上辅 竞技上现在船长 6600块 领先了1300 其他位置 中路领先了900 AD位置差了100 船长这边 已经在全场最高了 但其实中期的C9 这个阵容是 有一波打团的机会的 嗯 有奇迹团 是 这个时候还不到奇迹团 对 还不到那个机会 只是说 他这个阵容中期 是有一波打赢的机会 嗯 一旦打下来的话 其实靠着这个阵容 那个能力 中期还是有机会打 是 而DK这个阵容 就是越往后拖呀 打得越久越好 DK老运营了呀 就看中期 给你击倍 哎呦 还抢了个大石头 板 对你知道就是 不顺的时候 喝水都卡呀 这边还有一分半的 一个时间 第三条小龙 这个龙 C9带来 搏一搏了呀 嗯 确实 这波不搏的话 下一波龙的话 船长就13级了 是 这波船长最多 最多12级 哎 一分钟以后 这船长 感觉 有没有 可能出顿弓啊 这个发育 有可能 有可能 感觉拿着顿弓 两天套来 打着C9要顶不住 开始 不控视野了 没办法 这波再不 尝试着拼一拼的话 可能DK 真的要进入到 自己想要的时间段了 把红交给小炮 那 靠着 野辅加AD的三人抱团 成功的把自己的视野 全部清了出来 但是这个位置又卡到小炮 交W才能清线 嗯 而且这一波船长 上路 他都不带线了 他都直接来正面抱团了 对 他回家就直接走出来的 这一波感觉DK DK是很有信心的 我觉得C9可能是想 放吗 还有20多秒 应该是 想要放 不然的话 放的话 你要去换侠五先锋 否则也太亏了 或者他这一波 就是让鳄鱼上路 先把塔了 先踩塔再说 反正小龙 大刀姐给 最后就被吃了个灰盾 但是下路的塔 感觉有点守不住了 而且这三个兄弟 现在血量都 有这一个大落下来 再次逼得更远一些的位置以后 C9想再站回来 小龙坑的位置 可能显得有一点困难 Ghost这边想来找AD单挑 但是反而把自己的位置 卖到了非常危险的位置 一个Q只能定住以后 二连配合小炮的伤害 再加莫甘娜 是带走了Ghost Ghost这波犯了大失误 局势急转直下 这一波C9好起来了 因为DK少AD的一个情况下 这波龙是必不可能接了 本来觉得前面的一些铺垫 铺得很好 对 甚至都觉得DK这条小龙 已经要写上去了 但是Ghost直接是微妙了 这一波只能说Ghost太不小心了 可是也把自己卡死了 这一波野区的一个交战 看见是交出这些闪线往后走 熊梁克尔也是赶紧过来 给一个大招裂裂阵 Blaver这个位置能被电到吗 速度比较快 闪线过来给了一个射线 但是差一点点悬了 没有电死还要追吗 等于这边还在帮挡 下一个射线 我看到了 而且Blaver好像又迷路了 就是闪线被二连到 小炮敲上来拿到274块钱 是啊 残血一塔 DK好像也能 那个没事 自家一塔 点不了 主要要看一下C9 能不能把这个狭狡先锋控下 DK这个一塔感觉 应该还是能守一下的 其实我觉得DK这两天 打比赛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优势的时候老有人在送 或者老容易给机会吧 你们直接报我身份证吧 你直接念我身份证算了 因为说实话 那边叫居民登陆者 专业 下午先锋 还有一分钟就要走了 看一下C9要不要抓紧控一下 毕竟他们现在想起节奏 要依靠这个下午先锋的 但这一波船长的一个发育 邓公已经在手了 船长发育是很好 对于DK来说 现在是不急的 手梅克现在这个补刀太多了 人头也有 是 船长下一步也能13级 船长现在包括说DK的几个C位 慢慢的已经进入到自己的发力期了 是 而反而是C9的英雄 其实后期的一个曲线是走下坡路的 距离不够 但是卢登够了 好心办坏了事啊 这一波 你说卢登只弹一个弹小兵就算了 他弹了两个出来 不来本贵急死了 你过远 但其实他如果那样应该也难走 因为维克多过来Q好了之后可以加速的 也能追得上去 就发质也是好心 对 但是对面这电一开始确实电不到 是 好心办了坏事 甩心 看见又是这个位置 赶紧从侧一拉开 有队友安心一点 想来抓一下下半区的人 那视野已经布空的非常好了 DK现在下半区不出事 上了汉子哥就一直在带 是 我发现第一 C9出现的问题是 他不太愿意清自己野区的视野 包括开局的两颗 一颗蓝区的睁眼和一颗这个红区外的睁眼 都存在时间太久了 可能单纯的不知道 他感觉就路过野区 他是不轻的 他去看人 就我来逮人的 而且其实你知道这个局面 就像刚刚俊说的一样 就C9没有靠着那个侠鼓先锋来起节奏的话 那你接下来已经没有起节奏的一个方式了 那DK就只要拖住慢慢打就行 是 而且你想一下船上维克多跟卡莎 后期无敌 对 跟你正容这样拉下去发跃的话 其实C9会越打越被动 你可以看到 C9现在经济没有落后太多 就感觉现在还是能有机会的 主要是DK 你看到这几个眼放下去以后 Kendron在对方的野区活动空间太大以后 C9完全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 每次Kendron溜达一圈 都能获取好多情报回来 对 这逮住很多人 男的扫描不开 就不轻 你知道就是一定要插在那个大路上的睁眼 刚才拍照 这种可能还是想留着说做一些关键龙团事业的时候再开 但我觉得DK这几个眼放的挺有学问的 你看他下半区几个眼放都是那种非常为位置上的视野 那 不按套路出牌 现在这个节奏一旦稳定发起来的话 等一下有把小龙团 你看这两个眼放的 好刁 不轻 这牛头扫描两分钟没开过 就打也有扫描 就是不开 牛头也不开 干啥都知道 就不能开一下 也不知道省下来干什么 你知道就是 他就怕什么 他说的用是方恨少 想用的时候万一没CD怎么办 你轮着开啊 你扶野轮着开一下 这没办法 你看Canyon敢这么走的原因 真的是这几个视野的过 就完全知道对方在干嘛 是 但不得不说这两个眼放 这有点说话 有刁钻呢 是 我觉得他们不开唯一的道理 就是觉得F6这边有个真眼扎在这 就他真眼放下去 就旁边屏蔽掉了 是 干净的 嗯干净的 其实不知道啥都被别人看完了 是 看一下吧 还有30秒的一个小龙团 这波DK感觉是 应该是想要接一波的 C9这边也是直接往前逼 发条还在做一个带线 他发条是有TP的 球迷克下落的兵线已经处理好了 红区的话 基本上可以说 C9的红区是被DK点亮的 是 发条不带啊 C9上面去没有视野啊 这条小龙感觉C9不太好针 是 你早点把这两颗眼排掉的话 也不至于这么难受 现在 嗯 发条 然后DK这就很聪明 其他人就在中路站着 然后打野跟中单 把这个龙给控下来 听牌龙用DK应该是 大概率控下了 因为PERS根本没有选择来 嗯 而且你知道就是 DK这种阵容 本来就后期发力了 如果拿到火龙魂的话 那伤害有点爆炸的可怕 主要船长的一个大下来 我感觉C9都有点找不住 嗯 而且因为鳄鱼也是个战士出装嘛 其实它这个是不肉的 嗯 很 会被DK很快的给处理掉 这个局面对DK而言 一切都还是在掌控之中啊 丝毫不急 慢慢稳着继续往前打就好 是自己想要的那种画面 嗯 反正C9现在很头疼 是 他可能现在都没有意识到问题在呢 他很疑惑 就对面怎么总知道我们是干什么 哎 哎 哎 又是一个现眼 完全是知道对方的人员那个数量的 是 哎 我觉得扎这种眼啊 你不能点 那个死了以后会变僵尸守卫的那个东西 啊 会不会这样发现 他下次就知道这玩意 有这东西在这儿呢 但大龙区是没有视野的 不过DK知道对方没有动大龙的话 也不会贸然去探 小豹这边胆子真的 主要龙坑里有个真眼没牌啊 C9这里 这视野做的 你看这就是你知道 这白灯 你知道这个时候可能在 就我们平打rank的回忆说 哎 他们怎么知道 不过来啊 C9知道 C9没有意识到问题出在哪 但这问题感觉太好意识到了 他们这龙坑里都不去看一下了吗 你看 包括他们身上三个真眼 就四个真眼 这牛头我每次看到那扫描都是在 对 莫干纳已经用过了 把莫干纳洗白一下 C9的视野这一块 做的确实问题有点大 或者说我觉得在清理视野这一块 让问题有点大 就这30秒相当于白灯了 浪费了自己的时间 然后DK把边线一处理 就来正面排你视野了 对 这边先手到 但泰掌这边四号不慌 你也不敢动我 然后自己的视野全部被排不掉 C9现在很难受 白瑞这位置 要勾 勾到了 刚才黑盾 自己的位置有点尴尬 小豹一顿猛点 白瑞好好出发 哇 这个船长的大招 AOE直接拉满隔开战场以后 牛头孤零零的锁在了外面 跑在自己身上有大 有果子哥 这一个小豹 还空摘了小豹 小豹这个位置再次被闪现拍中以后 赶紧交闪 这一波C9真的是 卖有招 这一波是责任点的吗 哎呦 没看清啊 等会回放再看吧 但这一波DK感觉是可以尝试一下 大龙在边上这个位置 眼上回程是被逮住了 我一张一通暴打 你杀了我的队友 你要付出代价 自己的话要往自己拉开 但DK在一通猛输出 可是鳄鱼的位置被篮城逞了下 側翼的话卡到也是进场 被人们推开之后 散现上来接输出 拿下这个人来 側翼去追鳄鱼的人出事了 肯定要把这次送掉了 哈皮出来之后 但是没有闪现 也不太好继续追 只能说一把神奇的对局 我想看这个是谁点的 我没记错 应该是莫加纳点的 应该是已经逃出去的人点的 莫加纳点的感觉像是 你知道牛头都觉得我活下来了 我闪现都没交兄弟 你知道吗 你知道这个就让我想起来 就昨天多多老师做的 就老虎来咬你 你需要比老虎跑得快吗 不需要 你只需要比你队友跑得快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哲学 看一下被cue起来两个人 第一时间本来是 Burial陷入到了一个 比较危险的位置 但是可汗的这个大招 直接是AOE拉满 后续 摸上了 师傅跟他点了 小炮还被空摘了下来 嗯 但好在自己手里有伞啊 可以溜掉 不过这个发条大招也是空掉了 是 虽然C9还是也靠自然而然 就当那个眼 看缘分 看缘分 哎 追着一通萌的 天忠这边觉得 自己能单挑的过这个鳄鱼 还是觉得后面有人 不是 感觉沟通没上 他觉得可能卡莎要飞 对对对 但卡莎要側一找贼问去了 嗯 因为在射手的眼里 可能对方射手会更重要一些 我发现DK两个标准的眼位 就是如果变成火龙魂地形 就这一个 然后F6凹槽那边一个 嗯 因为那个比较刁砖嘛 你在那个草 F6草童那放眼 你感觉也看不到 一分钟 小龙的一个事业 DK这边已经站住了 而且从厂商经济来看的话 只能说C9 其实这段时间是有追回来一起 那问题是 这段时间已经来到 DK阵容的强势期了 而且你看每个点位 基本上落后将近1000块钱 其实这个慢慢 小半戒 对积累起来的话 对于整个团队也是落后很多 是 然后C9这一波 也不接不行 哇 必须得接了 你看可汗的装备 三件法 五进都有了 哎 这边要开要开 过来直接这边Barrill先空待一下 所以的话Barrill是直接把自己捐掉了 但DK这边整体的状态选案还可以的 我传掌 二连筒过来以后 连触发三连筒 小炮瞬间被爆掉以后 W拉开位置 但是正面战场上 Perks已经走不掉了 一波团战 打了一波一换一 但是你捐掉的是中单 我捐掉的是辅助 这条小龙是感觉没有问题可以拿下的 是 火龙魂啊 等会船长的伤害会更爆炸 刚才已经挺爆炸 就光那一个大下来以后 你可以看到C9四个人瞬间血量就降低了 然后一根同学把小炮给炸成了私血 完全没有战斗力 是 那Blaber这边过来也是赶紧抢一下龙坑的视野 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做的话 等会DK补据完出来之后 他龙坑视野就没了 这颗真眼在这我都不记得他存在了多久 反正好久了 三连波就在了 终于意识到了 对 从上一波蹲人开始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Barrel的处理很果断 他选择卖掉自己 不让牛头接近自己的C位 鳄鱼进场位置比较刁钻 但是船长这个大 五个人全部在大招内 一个二连拖 三连拖 三连拖 哇 这一波 843点血 小炮一旦没有战斗力 正面就只能撤退了 对 哇 Pergs这个表情说实话 有那么一点点 感觉被扎懵了 是 二连连上 Blaber这个位置已经是直接一套技能控制 Zivin来支援 大招爆开以后再被留下 Zivin一炮收掉人头 拿掉打野 这一波可能要直接大龙了呀 但我觉得DK这一波有没有机会接 因为船长还活着 船长手里的大招还没有好 要看Shiftmaker先poke的效果怎么样 这边过来看一下 鲁鱼先手来打一下泰坦 泰坦手里有精神 可以拖自己的队过来 鱷鱼是被定了一下 但泰坦先手已经倒下了 小弹怪连统是没有连到人的 那和蟹的话也是被C9拿掉 主要是DK活着是3C 是 DK拿的 DK最后一下滋死了 但是这一波主要还是因为火龙魂的存在 他继续打会被这个维克托 poke的豪彩 那这一波反正C9回家 补救话被DK逮到了一个 推中物塔的一个机会 这一波只能说双方都能接受吧 毕竟DK这边也是阵亡两人 但是C9杀的是浮野两人 浮野其实击杀以后 后续没拿到地图资源 赚的不是那么的多 而且你掉了一个中塔以后 其实还是在拖时间给DK更多的发比 C9现在对于这个团战的需求还是非常高 他还是需要赶紧打起来 对 而且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 C9打起来还有机会 因为船长他没有保命装 他这个装备其实进场是很能被秒的 一旦船长能够出保命装了之后 定进一靠 那这把也是没有进化的 如果鳄鱼等会儿 宏弄晕能晕一个C位的话 秒叫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其实牛头我感觉是有上限的 你看一下ShoeMaker的装备 他的包子上一波就有了 很肥 是 就只能说DK这边 其实说实话3C发育都特别好 但左边对于ZV而言 他的发育也是整体能跟得上的 毕竟5-2嘛 C9这把打的也是不急 虽然在我们看来 可能他们这个阵容没有后期 那个DK那么强 但他们是完全不急 或者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在DK的 或者船长跟卡莎出保命装以前 他们真的是有机会打一打 但一旦卡莎比如说他有复活甲的 有金生了 主要有小炮有发条 后期服务 能打 这边直接大龙逼吗 但自己Barry又被留到了 好在这队友来得比较快 反正是牛头位置进入的比较尴尬 船长一个大招是选择把对方队友全部劝退 牛头只能躺过这片火海 但是你的血量已经被压得很低了 DK要不要再钓鱼执法一次呢 那感觉这条大龙可以继续逼一下 你辅助没有闪现没有大招 进来就是相当于ZK的 那血量下得很快 看一下进来的瞬间 Blyburn又被炸了一炮 治疗没办法 只能硬交 TITAN被开到 TITAN瞬间被秒 小炮起脸输出可汗 可汗这个位置被挺进留住 大龙血量不多了呀 但是在侧翼可汗已经被秒掉了 而且哥斯想进去切Perx 被ZVAN再次一枪点掉 拿掉大龙但是不转 这一波闪现过去后 KANION留住一个鳄鱼 在正面的Showmaker 还是被小炮连点三枪带走 Shut down KANION围下不多的龙肿 想来逃跑 落于穷追猛打 但是应该是留不住 一个意识撞到了墙的侧面 一个龙肿 而且刚刚KANION应该是 触发着一个相位猛冲 所以才跑那么快 那仅剩一个龙肿的情况下 我只能说这一波C9 完完完完全全可以接受 对 转 就是烈士局 能跟对方换资源换人头 而且能把对方的一个中路的这种 能影响视野的防御 他给推掉 是的 DK这一波打得有点太散了 就是说实话 五个人在做五件事情 是 汉子哥一个人在侧面 就骚扰 是 但这牛头不得不说 两步开都挺好 所以我觉得这把新牛头 真的是有上限 然后Ghost飞进去了 Ghost不飞进去的话 其实打龙的速度是 更快 对 更快的 然后配合熊梅克 有操作空间 而且太上头了 这波冲进去 而且Ghost这波进场 他仅仅是换掉 对方的一个辅助 对 受了一个残血 所以真的没有想象中 那么好的事 其实结果论来说 他不飞的话 确实像腿格说的 配合熊梅克 在龙坑里反打 有机会 因为熊梅克上还很爆表 对 然后他有大招情况下 是能操作的 对 还有双招 结果双招也没了 这波远古龙 这个双招 看一下会不会成功浮育吧 但对面也是 几个关键位置 也没有闪现 DK可能甚至想不打 就把这招先拖过去 这波莫格纳有闪 莫格纳有闪 其实对于这种没有位移的C位 其实限制挺大 看一下能不能进场 然后限制住 熊梅克的输出 而且能不能跟他进场 得非常小心 因为熊梅克现在算太高了 对 一套就带 没有魔抗 是 而且刚刚可以看到 Perks也是更新出自己的帽子了 所以现在整体而言 C9的双C的装备也跟上 其实Perks在支愣起来 几波团战 Perks大招都下的不是很好 嗯 记得东北话的出来了 再来看一下这边 其实反而是这波团战 打完之后 你会发现 小炮的一个装备是领先的 而Ghost是没有把这五金补出来 是 并且鳄鱼这把很肥啊 嗯 而且这波又描表了 DK的这个阵容偏脆 小炮是有一波 直接全部收掉的机会 他拆DK阵容拆的会很快 嗯 但这一波在 远古龙打起来之前的话 DK双C还是把关键装备给补出来了 那这等于是 熊梅克里面领先一件套 而双方的ADC是持平的 嗯 这波可能要决战远古龙了 可汗第四件出的是收集者 哎 很凶 哇 这 哇 好痛 这一个捅牛头的血量 直接下到三分之一 远古龙应该已经是开起来了 由C9先率先开打 卡在这个龙坑的位置 血量只剩一半 可能要面临拼逞的危机 要拼逞吗 龙的血量已经下到2000 船长的大招已经下了下来 拼逞 哇 而DK这个位置第一时间是靠可汗的伤害 单秒掉了贼温 后续靠着远古龙看一下能不能打赢这波团战 牛头先行顶开的那边飞位 但是双C都到了 布莱布尔这个位置被切割在这里 一个闪现的Q技能 而正面战场上牛头也倒 布莱布尔空有远古龙的buff 但是团战打得吸了 这波一换五的团战 DK要拿下了 是啊 而且这波团战拿下来之后 C9这边复活时间太久了 是 并且冰线马上到了 双C大家都没看出来 并且小炮都直接被秒了 是 一波了 哦 直接让TP推 现在C9那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现在对于他们而言 哪怕是平时再乐观的percs 可能也消不出来了 因为进入到第二轮之后 他们还是没有拿下 对自己而言比较关键的一分 那这样比赛 是 一杠五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其实对他们而言 想要挺进下一轮的这个局势 会变得越加的艰难 是 因为之后 其实他在面对PG的时候 大概率能拿下这一分 拿下这一分 就是一个2-5的状态下 他要看一下其他三个大哥 他能下哪 所以现在剩RNG PSG Madelines 对 对 所以他来说都是 就离他们最近的 那个PSG跟Madeelines 然后他们现在已经差了两分了 对 因为PSG跟MAD 现在已经是3-2的一个状态 那 那么 那么 但是